颱风轩蓝怒来势汹汹 宜兰南方澳外海就出现了大浪 明明一大早赶到港边 加强固定船只 而面对颱风的威胁 县府不敢大意 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 但是在进行防台工作的时候 也发生了意外的插曲 著名的观光景点 吉米主题广场里头的 飞天火车的烟囱 在拆下来的过程 一个不小心断裂了 大浪一波波打上岸 夹杂阵阵强风及雨势 颱风轩蓝怒来势汹汹 宜兰南方澳涌现长浪 渔港内也停满渔船 就怕风雨越来越强 渔民赶紧冒雨来到港边 用绳索加强固定船只 就怕颱风造成财损 大火将帆布盖在桩机树上 避免树枝飞落打到损坏 一旦著名观光景点 吉米主题广场也加入全面防台准备 不过原本准备预警室降落的飞天火车 在吊挂作业时 火车投烟囱却直接断裂歪一边 另外在山区部分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也紧急宣布 二号中午过后 预警室修员 上午山区雨市明显增强 面对宣兰诺的威胁 东北角成为警戒区域 宜兰县府不敢大意 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 全力做好防台准备 记者李柯燕宜栏报道